这个男人是江湖草医 他竟然要跟宫廷御医 对赌喝毒药 这瓶毒药 咱们一人喝一半 谁不死 谁就是这个 张宗瀚觉得文三快真是疯了 大家都有家有业的 赌喝哪门子毒药吗 可文三快坚持要毒 还讽刺张宗瀚不像个老爷们 张宗瀚也被激出了肝火 他堂堂的御医 门口的招牌还是慈禧老佛爷御赐 今天怎么说 都不能让一个江湖草医给吓唬住 就看张宗瀚拿出一个小瓶子 他要让文三快猜一猜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毒药 认识吗 你要能认识 我喝 文三快拿起小瓶闻了闻 先是露出一脸凝重的表情 张宗瀚还以为文三快猜不出来 不料文三快还真的知道 我好像还真认识 这是故里出来的 是刺死的时候用的 叫喝点红 这下张宗瀚傻眼了 不过他也算是个堂堂正正的人物 拿起喝点红就要服下 却被文三快给打断 文三快看出张宗瀚不像贪生怕死之人 所以他就打算正大光明的 跟张宗瀚比试医术 张宗瀚不知道怎么个比法 文三快看到张宗瀚的病人 一把脉就知道了病人的病狂 而且他还得知了 病人已经吃了张宗瀚十几副药 还没见好 对此张宗瀚的回答是 中医有时需要首方循序加紧 这个回答文三快也能理解 但文三快却表示 他只需要一剂药 就能把病人治好 张宗瀚明显不信 就跟文三快赌了这一局 文三快将病人带回去 给开了药方 药方上只有两味药 病人也是将性将疑 结果到了第二天 真的治好了 张宗瀚觉得不可思议 还以为是吴三快的祖传秘方 却不知道这个方子自古就有 这下张宗瀚履行诺言 当着大伙的面 给文三快赔礼道歉 回去以后 张宗瀚果然在医书上 找到了治疗这病的方法 这个真是 世上无难治之病 只有不善治之医 药无难代之贫 只有不善代之人 他心里十分笃挺 自己一世英明毁于一旦 张宗瀚直接大病了一场 他的医管也每况愈下 人们都纷纷来到文三快的医馆 文三快也于心不忍 就打算帮帮张宗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算帮政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算帮政策